王赛人称火星灵 凭借震撼爆裂 引爆荷尔蒙的搏击风格 成为世界搏击界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舞者 2012年1月 终极斗士 王赛战胜美国汉将威廉姆斯亚派 获得WCK超中央级 MMA洲际金腰带 2012年2月 亚太地区综合格斗赛时 50传奇七种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南兴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补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对手似乎啊 对王赛的整个的整个的一个人呢 颇有忌惮 但现在不敢做动作 好漂亮的那拳 动手 又是一个轴机 轴机 轴机有效了 轴机王赛展望的机会 日本选手 经验也很丰富啊 在挨他重击的时候 立马转入贴身的这种贴身站 已经出血了 这个王赛的轴机啊 已经是给对手啊 打开点口子 王赛又是用轴机顾忌重视 又是一招 又是一招 继续 日本选手 现在只能以玩命的这种贴身啊 来制止王赛的这种近身近攻啊 剩一分20秒钟 好 王赛主动抱拽 当对方打拳的时候就哭了啊 但是主动抱拽 变换成打肘 王赛的这个 还是整个的技术组合 非常的全便 当对方把注意力集中在防抱摔的时候呢 一个轴法从下边斜着就上去了 对 而且近年来啊 这个所有的LMA比赛 偏站立的时候更多了 进入地面的时间越来越少 本场比赛 三位裁判一致裁定 30比27 比赛结果 红方胜 可以说 这场比赛王赛能拿下 他的经验和技术帮了他很大的忙 但速伦性质能占满三局 全靠的是意志 赛后在休息室 我们可以看到 他头上被王赛打开的口子很深 医生在紧急处理之后 建议我们马上送他到医院进行紧急缝合 而速伦性质的团队 在商量之后 也是同意他去医院 现场情况不允许我们做过多的采访 只是希望 这个看起来非常壮硕的男人 没什么大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